国家体育场 98年开始启用了 2017年也曾经翻身当中 也有不少试试的味道 正式开球了 红衣、红裤、左供的 来自我们的香港队 又叫黄克山、黑色铺 右供左来自马来西亚 今次的比赛有华尖 加上好包装、顺民和卫尚 陪尚陪伴着大家提报 真的很开心 我们跟大家欣赏香港代表队的赛事 你都可以看看安達辰 上次后终于迎来 第一场正式的比赛 之前踢过一些闭门的有赛 阿富汗、柬埔寨和印度 马来西亚其实有主场之利 场地非常理想 第一次差点就被他射到 一个架头球 挺好手力, 也要小心 看到马来西亚球员的手力 也很惊人, 扔到过去 幸好这个球赛韦斯射的时间 应该有点… 连赛是首席射手 上阵九场球赛入国五球 包括对着印尼的时候 也能单场回开二度 还有新高掌M7-3 亦是一年首次代表 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家队 38场上阵, 达到15球球 平均每两场比较多一点 共一球 证明在前锋线的火力是不错的 来个发开球 拿回重球权利至我们港队 先给后场的位置 暂时我们在国际排名上 这边是147位 截至2020年3月31号的时间 不知马来西亚就154位 真是差不多了 没错, 为了备战这个女份的 亚洲杯外围赛 其实我们都来到泰国 再加上来到马来西亚做杂负 左边出波的时间 拼不着国琴 这边就是蒋家亨也在 首次披衣装 就是带着港脚的战衣 打着左边的位置 这两年都看着她 这些年轻人不停地进步 很多动作 都要给一些时间适应 因为场地虽然很理想 但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场地很漂亮 但是有时未必能即时适应 大家有推进也挺快的 不像一场游戏 大家都轻得挺胖的 看到一开球的时间 都看到马来西亚游 香港队也逼得挺快的 没错, 也看到压得挺遲 对 特别是马来西亚 头那两分钟的时间 明显就是Philip仔, 陈小军 今年29岁了 阵中开始慢慢在中长线里 一个化学作用 加上黄庸大纲, 一攻一守 都是来自左边 暂时看到未到三分钟的时间 强下一个进攻, 集中在左边 刚才的, 求求找到食 这次求求找到食 来自黄哥比的手榴弹 扔到甘区里面 是不是都是找回忆呢 这次就不成功了 扔到甘区顶的位置 好了, 到我们打反擊了 这边靠着左脑, 黄哥比 这位三十一岁的左脚 都是踢游佛架 这次的正数名单里的马来西亚 有百年球员都是来自游佛的 我想比较出名 马来西亚游佛这些队 马来西亚有一队 属于挺出名的球队 打得不错成绩的球队 是, 刚刚也在瓦罐杯方面 成功出道线 去到16强阶段 就等于我们在香港代表 杰姿一样 亦都能够得到咬罐杯的16强支架 但今个月底 还会有一支矮血杯比赛 到时轮到另外两队 代表香港的球队上阵了 一队是东方龙斯 另一队是李文 这边是黄洋大哥 撞到你 跳起就小小膝头 撞到对方 黄洋大哥代表香港队 已经超过60场球队 心所一挖后背的尊敬 他也是我们港队方面的队长 像我们直播室一群年轻小长 都是黄洋大哥的粉丝 今天黄洋大哥学法 四分零钟 暂时头段的时间 两队球都上班 当然两队球 接下来都集中在亚洲杯方面的外围赛 未来在6月份的时间 会有三个比赛 分明来6月8号 6月11号和6月14号 到时会打单循环 每组分为6组 每组会有4队 每组的手名 再加上5队的最佳致名 一共11队 会出线2023年的亚洲杯 出线的机会是挺大的 大家知道现在亚洲杯决赛州的队 都比以往多了很多 以往16队, 但上架好像是24队 所以出线的机会是大赚的 我想这一组 如果你说阿富汗 看上去就比较最强的队 其次是柬埔寨和印度的球 香港的球队也比较陌生 但近年印度的联赛也做得不错 也有不少顶级外援 只得不退役之后 或者退役的年纪 过得那些效力 也挺致力的 就是挑拥足球的半截 这些球队也会有很多 暂时还挺接近的 这球队也会有很多机会 这个球队也会有很多机会 这球队也会有很多机会 这个球队跌过了第一队 第二队也会有很多新队 这球队也会有很多人 就是不能够一队 你会看到他的球队 全队的后队也会有很多重力 沒錯 最後都在山島 捉上來連接了 保羅本身馬來西亞的球隊 他們的進攻邊線比較多 剛才又是來自韋斯的機會 剛剛按他頂的位置 一拉環換回左腳咬射過去 當然保羅是第一次代表香港隊上次 當然希望來過清白之區 對, 暫時你看到馬來西亞的射門 肉也算是旺盛, 尤其是韋斯 很多時候十二馬區為了禁區頂的位置 他有機會立即嘗試起腳 我們看到他也有兩次扣關機會 一次是十二馬點的位置 一次是禁區頂的位置 似乎在進攻上都很集中在他身上 但也看到馬來西亞都很多變 有左邊的進攻和右邊的全中方 這次壓著右路的位置 到我們趕著進攻 打過來, 現在這一下就能射到 起腳, 壓死了 起腳就來自陳少軍 他最擅長由中場位置突入 到禁區頂, 禁區裡面的範圍 這場方, 我們也要看看 港隊方面有新教頭 就安達成的執教之下 究竟我們這個戰術的演練 或者我們的狀態 甚至變化會如何 這場幫我們找一找答案 因為之前在泰國方面的集訓 都挺神秘的 成績是一勝兩皇的成績 剛才看我們港隊成方的訪問 都知道原打七場的比賽 對… 希望狀態方面都能夠趕緊 一步一步… 提升得不錯 一步一步… 對手又強了, 今天對馬來西亞 希望打完這場之後 狀態應該會提升了很多 因為你看到這場球 看過短短的幾分鐘也好 大家都想嘗試它進攻 看得出的 好, 拍照安達神sir在 前德甲的神射手, 西非禮 我曾經歷法蘭克福的年代 拿過這個就是90年的德甲神射手 也是當時德甲史上 第一位愛媛神射手 雖然現在李雲道夫書記 已經拿了七格 但當年安達就是 第一個愛媛神射手 當然, 當年他也挺厲害的 2009年代就變成德甲 不過在新球開始之前 就很遭到解僱 他昨天執教育局 卡伊斯路亞 十月師寶和仁川等 他這次靠著右邊的速度吸引 就是左腳調過來中間的位置 好 他轉過來宇柱 看到黃哥被左邊殺過來 就是這個左閘 這是他的髮型最異形 扔兩次的手榴彈 一次左邊殺過來中間 他也嘗一嘗 我差點偷到雞了 幸好羅子俊應該是 塞一塞的位置, 硬一下他 否則這個球給他 塞到他也挺危險的 又沒有犯規 起碼也會阻礙到他 如果你說被他塞到一個球 我想很大機會 黃哥被這個球 就可以頂到的 水狼搶眼 發爺又搶眼 踢發也搶眼 也有這個 就是手力驚人的手榴彈 的戰術 他就是英格蘭倫敦 出生 父母是巴巴多斯人 但母母是馬來西亞裔 所以現在發表馬來西亞裔 國家隊 繼續把他左側的位置 不知右邊也有2號的大維斯 其實馬來西亞鎮中方面 也有很多來自 擁有不同血統的朋友 剛剛跳起方面 對, 似乎這隻手就有一點點 對, 這隻手就有 尖頭, 眉至沙德 馬來西亞方面的後方 我們又來了 左右兩邊發爛的 原來馬來西亞都喜歡打兩邊 很少在中路站才看到 站中在左邊和右邊的落底線 搶到皮球 這邊擔任森佩馳 似乎有犯規的情況 看到馬來西亞的站前 都壓得很遲 對 這邊還有黃威 他2017年代表港隊 拿到他人生第一個 國際賽的入球 另外在2017年的 當時亞洲本人為賽 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也曾經正選姿態上級 當時就在大球場 主場的一隻 比馬來西亞的2比0 他是打正選 還有谷刑似 後臂生了入體 他現在兩個球員都仍然 是港隊成員 黃威德恩 最重要是解決到 他以往面對著的傷害問題 希望他身體健空 好,打回錦鞋頂的位置 遠一點過得挺漂亮 好,打反擊時間 1、2、3、4、5 五個打你四個 看他如何打破了 要左還是右 要中間轉 再增加轉 這位置的長帶 這個球太短了 進攻上也挺快的 可惜交角尺寸 差一點 怕他又有影響 前方算是韋斯的拍檔 後方位置 助攻上來的股師 對,他們突然叫他突圍上來 而且沒有人撐住他 因為他這個球在中間 搶到之後 其實好在香港隊 也有四個位置 保住他的位置 第一,他是躲了位 第二,那個球 其實直線是這樣 不過他就給力了 而且你看到現在 其實馬來西亞的中場 如果讓他有空位 他們個別的球員 他的球速度很快 兩邊都快 對,兩邊都快 對,兩邊都快 你本身是速度快 而且中間位置 看到韋斯的射門力都很強 似乎雜誌看 在進攻方面 馬來西亞的速度很快 打發肩速度也是快 似乎兩隊球 今天都不是希望做防守 都是希望試進攻 那絕對好事 我畢竟對上幾任的 港隊教頭方面 都是偏向執中了防守 戰術居多 或者一些穩守特技的戰爭 他現在安達實際上 嘗試改變一下 他很喜歡說他 就按過打法 其實這種打法 看一看你對甚麼對手 如果你對太強的對手 當然就… 或者會… 但如果大家差不多 好像都這樣 就是… 有一次機會 剛才說完 就是說對手停 又一次 你看到馬西亞那樣 圓在右邊 比較像多些攻勢 在右手邊 這真的不能扭 扭就完全搞定了 好,就是包圓… 好 頭那裡三分鐘 壓住左手邊 現在壓到右手邊 都挺活躍的 壓到去 一個壓過兩個 沉底時間 右邊帶過來 閃到人 看到中東方的幾分鐘 壓住右手的指輪 都找到下足球 右邊的側擊能力 非常強勁 還有很多球都很熱 自己一個壓在底線 再來一邊倒退的球 是呀 非常西非力 那邊的12號仔 就是哈拿比 哈拿比打開右中場位置 或者右翼的位置 只是20歲仔 去年才開始代表王學生的國家隊 但似乎真是年輕可惡 是呀 亦看他挺放膽的 這場球 三分四次在右邊 哈拿比 要小心他 反而在右邊 沒有放膽油球大力的球員 差過黃哥比 是呀 他應該可以走過去的 黃哥比 不過他就沒有了 那麼容易水路 也放膽油球出來 這個球解圖中間 也拿到球 這個球射不到 唯一被鞭 再來 黃哥比 走過 他們本身單對單的難力 都挺高的 你看他拋著球 這段時間 香港隊最重要是 先守住他 因為他現在的姿勢不錯 我怎麼問我 左邊是華舒特的一次側擊 下了底線位置 但幸好兩個紅衣出來封你 對 今年是23歲 華舒特 身高是因為69 18年開始 第一次代表國家隊上陣 上陣23場 入了14球 接著左邊位置的角球 遠處 頭髓也看到了 不過搖高了 似乎又是黃哥比試 手榴彈又是你 頭髓攻門又是你 暫時來說 加上你的髮型 很搶鏡 特別承認 而且他本身有些高度 而且要看他的時間 頂著這球 頂得多準 很會弱一下 黃哥比試 但他已經31歲了 也不是太過年輕 暫時投票時間沒問題 再靈挨著左邊位置 等下支援 似乎在頭的十多分鐘 香港隊友拿著球 用的機會都不夠 對,沒錯 所以安達成很希望 可以改打一個進攻 然後足球 但暫時也要做一個 就先找手 對決的工作 因為他逼得很緊 對嗎? 完全不讓他們 中場上腳 所以很困難 在中場上 穩穩的球 而且你看到 他們本身都比較放 壓得比較前 對嗎? 希望這段時間 香港隊能夠頂得住 可以過多五分鐘 或者有些不同 現在馬來西亞走 馬來西亞走 嗯 黃哥比,又是你了 又來了 他左閘配支援 十多的華舒特 所以今天整個球場的 膚度都用得不錯 馬來西亞 對,左邊、右邊都用得到 加上中間位置 也看到前風扇的位置 也有扣關的機會 黃哥比就有很多表情 也有很多笑容 我也拍著就是安達成 好,之前幾任的教頭 我講對方 包括Kim Sir之後 也有韋特、麥柏倫 麥柏倫 麥柏倫的戰績一般 十二場比賽 一勝兩勝九勝的成績 其實賽前 Handerson也說 球員還沒達到 100%的狀態 好,但這邊也有最多機會 終於到 可以到這麼高頂的位置 這個球跌倒了 但球證很近 就說沒有犯規的動作 也沒有吹罰的情況 也是我們搶得回來的 想送他直線 這個球就不成功了 又來反擊時間 我現在很喜歡人少打人多 押過半場的時間 分過來這麼高頂的位置 看你怎麼做的位置 自己來,不是 這個直線也有打架 剛剛包到 還是有國球的機會 有 幸好一個就對著兩個 對 剛剛球給了他後面 幸好最後出局的時間 應該先撐到球 很厲害 這個球挺危險的 你看看 他把卡拉位置放得很漂亮 幸好這次關上來的時間 影響到他出這個球 也是這個球有點太嬌 所以把球踢到底線上 但看到這邊的滑舒特 都外線斜插 其實非常厲害 對,而且真的很快 而且他把位置放得很準 不過幸好包起來的時間 也夠快 這個鳳謙華 厲害,謙華這下落腳 非常精彩 有些 不是 昨天的記者會 都是他陪和安達成、阿神 一起出局 對 看看阿神的這場球 戰術方面能否融入 暫時來說都受壓 坦白說 你馬來的生意方面 都能做到 如果Kim Sir 賽前他們的部署 他希望這場比賽裡面 有侵入性、有主導性 夠活力和激情 在這十多分鐘 我們看到Kim Sir的戰術 是能做到的 而且在主導場比賽 也叫他侵入性 哎呀,這波解為事 就省了人 帶回這麼高的時間 表哥就轉不了身 好了 雖然是受壓 但想拿回玻璃彈的反擊 似乎暫時都不容易 不是,希望就… 哎呀,這個比賽更快 捱著右邊的進攻路線 馬來西亞還有一個進攻的機會 這邊似乎是戴上無辜的 多少皇子 今天球隊正選左閘了 但看今期香港隊的大軍名單方面 就比較少 就正印阻擋平衡 但就根據安達臣 心目中的人選 阻擋者 黃之浩還有梁冬 梁冬 梁冬其實更加在東方的賽事方面 有超過一半的賽事 他都是打阻擋的 都是一個很出色的通天老官 今天有九場幫 有六場打阻擋 兩場打防衡 一場打中堅 今天阿聰都在後面名單 正選就是黃之浩 很少看到這些佛球 看看馬來西亞的佛球 會怎樣做 在外面的這個位置 人場排排也不算多 這個位置應該是比較斜線的位置 看見有關阿韋斯事 似乎中田場在進攻上 連帶佛球也是韋斯有機會處理 但居頂的位置 也有其他球員在這裡 這位是阿森 推橫為之左腳想射 但這個球也相差很遠 今天有刀割女士 對 飛行式統計 他也有三次自己的規模機會 一致是十二八點位置 一致是居頂 還有一致是光光這一刻 推橫佛球左腳炒高 是 但這球也有一點點 對 因為這個球其實也是這樣射 不過可能也是因為炒到球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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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所以見到在戰績上不斷冒上升 這就不拿了, 見到就是靈朗的間隔球 來自一隻華紫晉 17年開始就入選港隊方面的大軍 之前阿冠布也演出非常出色 包括對青萊聯的賽事 三比二比賽時射入辯令勝局 三比二的集計波就是羅子入了 安達臣也有很多手部動作 很多戰術提示 而教出免疫師也有免疫師的基礎 緊張是正常的 因為難得在前面有這樣的教球 而且你看到應該有手力 所以有些男人可以扔進去 再看一次 今天比較多犯規 因為事實說你不斷踢的話 其實馬來西亞球員的速度轉身也很煩 魚偉蓮現在非常有型 還有紫色頭髮 這個李文的口房大將 去年對著巴林那邊打右閘 今天又打中堅位 開球的位置不對 我兩邊都看到有些髮型特別的 我們有魚偉蓮對方是黃哥比 兩個更特別 對… 像摘你的計劃一樣 對… 又很笑容 暫時也很搶鏡 不知不覺21分鐘 又來了 這次四打三鐘聲 加著右手邊又來過你 沉底時間壓過來 這麼強,看地下彈來行不行 現在彈不來中間 看到右手邊似乎的速度上 馬來西亞有些優勢 公道說一下 對… 還有他們的單對單的能力挺高 對… 尤其是一個對一個的時間 他很有信心 他會用速度來過你 這個球球是打了禁區的 但最後是否接到隊名 應該沒有 是 沒事的 看清楚慢鏡 看清楚沒事的 其實這次都看到 阿哈拿比亞球隊的12號 就明白你 這位球員是20歲的 非常年輕的 在去年第一次入選國家隊 有七次上陣 好,拍攝了Kim Sir 把頭髮都塞在後面 真的很像一個角色 對 就是魷魚遊戲一個品牌的角色 要加上那件帳戶才行 Kim Sir,我想大家說到他的球迷 綜然這次他在帶領馬來西亞國家隊 作為說到的球迷 也會很喜歡Kim Sir 沒錯 他之前真的幫香港球坦 貢獻了很多 無論是球隊或是教頭的生涯 有帶領過南華 就衛免過聯賽冠軍 去到亞血球的四強 帶領港隊拿過東亞的金牌等等 這些封封尾跡 令到我們港隊的球迷 或者年輕一輩也好 都會跟上Kim Sir 每一個教練的作風不同 我想Kim Sir是因為他是韓國人 你知道韓國也挺港球 挺力氣的體難 尤其是球隊的操練 他說之前12年的友誼賽 香港打王馬來西亞 1比1和15年的友誼賽 0比0打王馬來西亞賽 當時也是兼強大力 對香港對比賽 但今天當然他都會暫時放下 對香港足球的感情 要夠10分鐘 先放下友誼 以後又會爆上來自戴維斯 球隊是右閘球員 他就是澳洲出生的 但媽媽就是來自馬來西亞 所以也可以選擇代表馬來西亞 我覺得確實他挺有能力的 因為入選過澳洲方面是U19 你看 身高還有7-9 直直左軸和龍門口 但這次過不了一隻保羅斯 這個球打得挺漂亮的 如果你說站錯位 球隨時進去的話 可惜球推大力了一點 最後自己出腳 還要吹佛爬 你看到黃泳蛋糕 沒錯 對,這一下就脫掉了一點 對 如果想追回球分量的時間 就做犯規了 因為他脫掉了腳 如果這個球不脫掉的話 前面亦有兩個球員在這裡 其實這次港隊未敷天 因為在國內聯絡效力的 港隊成員 都是沒有歸隊的 近年我們也有不少的球員 在國內效力 包括譬如新組 又有立衡 又有勞烈絲 阿凱李毅凱 羅素等等 所以如果我們加上 國內聯絡效力的港隊成員 其實會更加敷天 更加多的選擇 這邊是長途的時間 帶回左邊位置 又是黃哥給你 壓到這麼短的時間 黃定勢,左腳帶過來 有沒有機會以此為 跌倒 這樣射,再來左腳 走開了,左腳到右腳轉射 好,右腳 沒問題 我們撐得住 是,雖然會亂一點 但幸好球隊最後不順腳射 變成克拿比 再射的時間就被人救到 胸門,這個球挺危險的 但是這一刻港隊兩閘防守方面 可能要多些人回到防守 對 這次沒問題 保羅說,先接住 還是斷斷有心去防守 一定要一個去包,一個去包 但真的應付不了 克拿比右手 對 左手變滑舒特的進閘 輪流進閘 你硬爆你 很多時候都能夠成功到底線 再來一些倒退球 這一刻也來一下 就是中距離的射門 另外,較早前的這一閘位 換了普羅就是小小小鬚 漏了油,幸好不要緊 後面還有一個爆發 幸好人多在這裡 如果人少的話 這個球有機會讓他這樣流進去 香港隊仍然能撐住 看看會不會這個球 可以製造季日球 還有寄望 對 你做安永佳,很有聲味,很英俊 是 是 不大沒機會,今天就數十戶了 不是… 看看剛才… 剛才那邊的黃哥給兩次刷流蛋 都找到吃 這次扔過來這麼短時間 前點想找吃,不要緊,還要修正 再押著右路,拿好之後撥得好 好,沉底時間 但地坡過來,也有威脅 這次進攻上面也做得不錯 絕對 出球就是魚子藍 拿底線或地坡過去 對,我相信鬼Sir 你應該熟悉魚子藍的叔叔 對,他跟我的隊友來 他叔叔是魚見德 沒錯 也有一個很出色的手榴彈王 他有沒有手力?魚子藍有沒有 他行不行? 其實他什麼都行 是嗎? 他可以擔任很多不同的位置 他打進攻中場也可以 打右邊也可以 金格響東場就打個右閘位 剛才說挺好 外表的時間 整個馬來西亞球員都被腋掉了 最後可惜被人刪到球 他進攻挺有膽識的 不過今天防守實在瘦壓太多了 所以其他中場也要多點回來幫忙 但剛才說真的要賺 對,值得要賺 一層底壓下去禁區 有膽識技術也好 之前也去過袍駕 Viu叫做愛柳過 上半場不知不覺27分多鐘 接近上半場三分二的時間 繼續有很多動作 看到是新任教授的安特實 暫時在防守上都頂得住 進攻都開始慢慢尋求到機會 但等了太久了 搶贏了你 我要這邊獨走才有角球機會 在防守死球方面 暫時我們廣隊做得沒錯 沒有甚麼失誤 這邊羅子進 先看剛才黃大哥 下一個位置 剛好被打荷包 但幸好這邊羅子幫忙 他們的體能挺快 體能挺高 幸好他搶的球 第二個也夠快回來 可以包到 如果沒有人在 他比較容易傳球出來 尤其是國球也要小心 因為這段時間 馬來西亞的攻勢都挺潤的 兩次八加先前 但是我們已經能夠把球解圍 都繼續頂得住 這次在死球上 就開始慢慢找到吃 但這邊我們有反擊機會 包到 給自己方面的門將馬利亞斯 這位尤凸的正小門將 當然就看看國球的機會 當時又有個扯回來前點位置 頭槌搖高了 當時就大轉頭 原來這樣, 差點出事 都算幸運了 球剛手打回來的時候 碰到人, 反過來 幸好有兩個就封在界的位置 是, 最終王子好封 左腳大腳不翻走的球 清脆利落 好, 也不止一次 有香港隊的球員成功 夠空滿的情況 這邊是否先 再回頭再來過 又看到克勒比 想來個短球 但兩個打四個難搞一點 現在現場也不需要 主持人在這裡 好, 兩個馬來西亞的腳 主持人的威力方面都可以大增 喊著他進攻雷線的右手邊 好, 放開了 入到腳踏, 右邊是12碼 似乎有指到12碼, 對吧 對 真的指到12碼了 鏡頭一轉, 又是喊著右手邊的進攻 馬來西亞 很快速的球, 已經被避避過了 後面… 應該來說, 踢不到球就踢到腳 所以不能不給12碼 看看, 當時的球 一被避過了… 一吸, 一吸, 吸了 出了腳, 最慘的 吸這一下就很靈巧 對 所以就沒辦法了 的確可以摘到腳 變成華舒達 華舒達 馮慶華侵犯了他 也是華舒達先拼回來的12碼 上場球也是他拼到12碼 對著文萊的時候 現在就由這個迪寶拉操得得手 今天沒有迪寶拉響這個正選名單 看誰會做這個的跪子手 他還會拍偉師 應該會不會偉師 偉師就是今天禁區的佛球給了他 射門又強, 狀態又fit 應該也是他 好, 面對著第一次代表我們講到上陣的寶拉 看看會不會幫我們做到一路騎兵 就頂著後防線, 不想拼球 好, 球隊的執拼, 沒問題, 左腳 射回寶拉方面的左手邊 先看他來自馬來西亞的前弓線的韋斯 雖然這個球捉到路, 寶拉 但這個球比較厲害 亦是噴不到 那個世界非常好 對, 馬來西亞一直這樣壓著來踢 對, 馬來西亞突然頂不住 因為他也會輸得上去 現場是昨天非常興奮的 成功操刀得手 所以寶拉差點魔導 對 但他很有信心這球球 助跑不多 但力水角度全部都有 對, 角度是一般 但球勝在真的有力 所以寶拉其實已經捉到他的路 但也不夠球快 對, 拿到他個人來說 在國家隊上的第十六個入球 好, 16年開始代表做國家隊上陣 新高1米73 今年25歲, 也是你才能淫罰 看到在前段時間也很活躍 Kim Sir 帶領球隊先行領先 不斷壓, 壓前一點壓前一點 手勢都能看到 前段時間也壓得很遲 也拿到過果效的, 老實說 對, 現在就領先一球球 來自馬來西亞 也可以看看安達神在落後情況下 我們的港隊主席 如何帶領港隊打進攻的足球 或者先搶回中場的形勢 沒錯, 暫時中場猜球的時間 實在是非常少 但不要緊, 再打兩時間 加上這場熱身臭 最重要是做到一件事 就是粗氣翻球的壯大和信心 這個才是第一的主子 對 這場賽果真是其次 這刻馬來西亞能夠藉著一球十二 拿到領先優勢 都叫做不可為行李的戰果 但事關他們真的控制了戰局 現在開始多回紅三球 回到前半場 好, 瞞著馬來西亞再打 再上來, 又聽到雞聲 還有他們給大壓力的香港隊 真的, 從開球到現在就行 有時他們不是在中場搶球 有時要踢直線 都比較快 這場賽果看見香港隊 受的壓力就大 打到現在也很重 然後保羅 叫做第一次代表我們港隊上陣 年輕時也入選過巴西的U17架 亦是一個葡萄牙發展 由巴興亞的青年龜出身 他和大嫂很友善 前一陣子我們也看到大嫂 在歐聯比賽上去看球賽 過去的身形都很暴漲了 對 同樣保羅也挺有份量的 無論實力或身形也挺有份量的 剛才也能捉到路 對, 剛才我們看到 差一點而已 但之前阿冠牙演出都尚算不錯 只要他過去這一年 自從取得了特區護照之後 成為了本土兵 不夠澳門雷亞 在球會級別的賽事方面 而且上陣次數也是大增 所以也有助保羅寶那方面 可以保護到狀態, 這是很重要的 球正過去, 追著成績陸森, 給牌 王子豪, 腳踏到的時間 應該是可以踏到的 看看, 也是踏了腳, 離了腳 不過他就滲下去, 鏟下去 但也是球正追上去 給牌, 應該給牌 對, 看來就… 順著的勢就飛了下去 對 侵犯對方的戴維斯 給牌了, 王子拿了一張王牌 今天暫時看到我們港對方的承諾 其實也算挺辣的路上 也對, 別讓對方這麼容易 單騎直進 你踢球就是這樣, 對手比你強 現在的勢這麼好, 一定會加辣味 所以有時候, 球脫腳就撐下去了 上部還有十分鐘 再來右手邊的攻勢 這球扯到中間的球就不夠高 壓前時間也要搶控球權, 是不是? 不, 這次到我們港對 還要彈到直線內 到來, 壓住左樓位置, 能否追到? 好, 追到沒問題了, 王子豪 差一點, 對方死線 我們有角球的機會 好, 有會叫了 撥上帥哥的頭髮, 王子豪 難得一次跳舞機會了 這次要好好珍惜 所以對面的大鱷絲也有點尷尬笑容 不覺得有笑鬍 後腳出口跳舞回頭 很滑 其實地上有時也有點滑 所以這次就在這裡 這次不是假身亂 這次真的滑 自己滑, 想不到自己這樣也會滑 我永遠在那一刻也有點錯愕 看到嗎? 估問論如何都好 他有個角球機會就靠左邊 這次來自有黃威 另一位靚靜的球星 右腳, 扯回前點位置 頭髮就沒有贏到 那麼遠來, 撞擊撞過去 那個球就彈彈地 黃哥匪的頭髮當然為了 他到了賣金居頂的時間 繼續做高波進閘 但這次就沒有很多球下來 黃榮大哥 好, 對方拿回紅球拳 到對方準備打反擊 但回到右邊 好了, 我們這次又逼贏了 好了, 有佛球了 對了 幾天要出發了 途程遠一點 而且長撞過去也能搏暈暈 這次新席了 來自華舒特的凡規 他們也一樣這麼辣 對, 新席 東南亞球都出名了 出名了, 這些都是 對, 馬來西亞好 韓國、泰國、印尼等等 都是這樣的踢法 都是這樣的身形的球員 但我想這一下 佛球扯進去就過不了頭 不是, 曬了這個球 有佛球扯進去, 球不夠高 但最後一顆球進去的時間 就走不出來 因為見馬來西亞球員 在散步出來的時間 未必能跟一切 也跌進去的位置 不過雜時我們看到 剛才在中田場想拿回控球拳 來做攻勢 也不太容易 對 葵Sir, 暫時可以怎麼辦呢 暫時我們都比較… 沒有, 因為他逼得很厲害 而且很快 馬來西亞球員在三十多分鐘 他打下去, 你看他逼搶 而且不讓你在中田場拿那麼多球 也逼得很好 而且逼完你之後 你看到他們的上球 他們是在邊線快的 一去到邊線的時間 他單對單, 他有能力去到球 所以這件事 令到香港隊 沒辦法可以推前防線 是, 剛才是影影 紫色頭髮如惟, 先黏 這次右手邊 哈納比想到底線 送分過, 就是全中球埋利 先駁回角球 今天看到雙方的競技狀態 雙方是有些分野 像馬來西亞球一直有聯賽在 他們三月份就開始了 一生一季跑來西亞聯賽 也踢了九州的賽事 尤佛除了踢了很多場的聯賽 也踢了很多場的壓冠杯的比賽 所以看到他們球的速度、速率 暴投資爽的方面 這一刻就真的比較優勝 其實雙門說得對 反觀我們港隊 在這個球季九月開始的精英杯 到了十二月, 之後腰斬 幾個月都沒有比賽 所以某程度上 大部分球員 其實狀態還不是最顛覆 這件事也可能成為這場球 替我分野 絕對是 我特別可以看下半場 體能上會不會有些分別呢 這也重要, 再來 左邊抽高 所以比賽狀態也好 甚至體能 這場球我也想觀察一下 其實我覺得他能夠 約一場柳兒賽, 我覺得不錯 因為你看到馬來西亞都很認真 打得現在上半場短短的時間 他簡直是一個配奏 讓香港隊可以在這個時間 提高他們的狀態 可以嗎 小心點, 保羅 出事了 有指嗎… 有嗎 有指十二碼嗎 這是關鍵的 球證走過去, 但好像沒有給十二碼 沒有給… 似乎是融在場, 但應該繼續去緊 我們… 應該繼續去緊 其實也很危險 看到他脫腳時, 連他表現得很快 有些牙煙, 剛才保羅真是… 堅持插腰 這邊應該不滿意 因為覺得應該是十二碼 剛才是這邊的 全部的領隊好, 後備球員都是… 原來是舒特 差點偷到保羅雞 看看吧 當時他沒甚麼回意, 脫了腳 對 一空就脫了腳 照理來說, 這個球都很危險 好像能夠插一下 對, 應該是能夠插到的 是能夠踢到腳 應該是十二碼 因為其實華舒特很快 很快 因為戰步飆過來 他把球捉走完 然後保羅才踢上去 這個球, 如果從這個橫鏡看 他脫了腳 不僅是能夠踢到人的腳 不過球證可能是我們看到, 他看不到 幸運了, 幸運了 所以對今天這個賽事 你看到馬來西亞球員的靈活性 香港隊很少… 尤其是本土 你約球隊, 還沒約到一隊 這麼快的球隊 跟你打一場賽, 對吧 而且真的認真對待 對 只要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下個星期 同樣都有亞洲保羅雅賽要應付 所以他們一定不會把這場球 當作球隊踢了去算數 很放鬆 他們也很放鬆 而且看到他們的狀態也很好 對, 很好 說真的, 特別是中田場 接下來的亞洲觀賀慧賽 他們是主場出戰的 打單場環, 打三場比賽 會對土庫曼、巴林和孟加拉 看上去他們的競技狀態 似乎都不錯 要爭取出戰也不是沒機會的 好, 後面, 余偉涅 我手一支下, 馬上發揮 拔回整個球隊 後面也快扔了球 後半桌的收樓彈也非常厲害 現在上來, 先過不了羅子俊 羅子俊打過右邊中場位置 所以你踢球, 如果你在香港 只是來對自己的球隊 不同的 你出外打, 很多球隊的打法 踢法的隊形不同 以及壓迫性 今天香港隊在上場 受到他們全場的壓迫 根本沒有讓你休息 你想組織也未必可以 你放上去, 他就搶到你 因為事實上他一直都很放膽 看得到馬西亞 真的連搶皮球的機會都不高 這一點, 我猜半場期間 安達臣也要調整一下 或者會不會人腳上的調配 這邊又搶贏你了 抓住右邊的時間 我想抹大位 先把你兩個紅衣服引出來 戴上中間的位置, 想轉, 轉不到 但球隊似乎吹罰了 又一次來自右邊中間路線的罰球 都是影響你的位置 嘩嘩, 上半場的人很搶鏡 厲害, 真是的 濕水冷 按他右見海 走出來, 又見他拿球踢 再轉身 這次搏到一隻二位一年的犯規 去年東南亞的錦標賽方面 也進入了四球球 並列成為一隻上屆東南亞錦標賽方面的射射手 代表對著老窩的時候試過連中三圈 這麼大一屆球 也進入了五球球 來到四十一分多鐘 上本場是尾階段 是的 表現是對版的, 馬來西亞 這個佛球看看會不會有變化 兩個站在這裡, 衛斯在這裡 亞森也在這裡 亞森也在這裡, 誰射就不知道 剛才撞過來, 也是撞過來的遠處位置 放過來中間是這一隻的 好, 差一點, 再來左個勁球過來 這邊就完全一片混亂 左邊勁球過來中間也挺有威脅的 但又是差一點 兩個都一起到 幸好這球勁球過來的時候 馬來西亞的球員就不太遷就腳 在前面的應該是六亭彈 看看這個球如果被他撞到的話 那麼近也沒得撞到的, 保羅都 然後古提就左腳勁中間 這個二十四歲的游泰中場 一百年就開始入選國家隊 上陣二十五場入出一球 上本場接近就到了尾段時間 攻勢、優勢、控球 都還在馬來西亞的身上 都挺佔盡主導的, 坦白說 那種真正的慾望, 大家都感覺到 幸好就是香港隊 今天後防線的整體演出 又不算是特別差 還可以, 尤其是還未輸球十二馬之前 總算令到上本場的失球數字 可以暫時減至最低 令到下本場未至太難踢 如果保持這個比數完半場的話 要守住這幾分鐘才行 又來了, 又是哈納比, 罵到你 這次過不了就先換張保羅 厲害, 哈納比押著右邊 他很有膽識 過就過 他不單是速度快 還要膽識個人照尋底 照射過來, 幾次上本場 右邊跟左邊有些不同 左邊是黃哥比, 右邊是哈納比 他一旦對單, 他在禮牌 都想嘗試過你 還有華舒特, 靠著左邊 塞在你中間 差點偷到保羅的皮球 其實前鋒線的兩三個都挺快的 韋斯也是快的 快 韋斯, 綠伊藤, 哈納比, 華舒特 幾隻快馬都響了 這邊有點受傷, 看到就是韋斯 這次被王上和楊大哥刺到 下一擊, 第二下再拍過來 第二下應該碰撞就不是太大 但第一下其實王大哥已經有點刺中他 這些球最慘 他脫了腳, 不踢下去也不行 踢下去的時候 他根本也就著踢了 他根本擔心自己也會踢到 所以現在就沒什麼事了 現在兩人重新起來 好了, 接近上半場的尾聲 發展時間還有十多秒 上半場就挺好看, 速度也挺快 其實這場比上半場也挺快 你也拍著, 安達臣 繼續在做筆記 似乎半場的時間 應該拒掉戰術方面 或人數上的調配 是, 身旁還有塞膠之一 路易沙也在 我看過了, 最後叫Wolf 路易沙 保時保兩分鐘 好, 彈過來中路位置 好, 上半場可以做一次攻勢嗎 王威 起碼也能打拼球機會, 坐著左路 看到對方防衡的鼓堤 24歲的防衡 他很少上來幫忙做策認 他也很專心在禁區附近 在中圈附近的位置做一些報仿 他壓住那邊位置 王興華 好, 直線體 回到中間位置, 看羅子怎麼做 回到中路 再彈給他問 哎呀, 如果拿到的話 也有些威脅 再不是漏到後面都可以 好, 這邊阻止對方反擊 但結果是犯規 這個犯規拿得聰明 在這裡犯規就沒問題 對, 如果在禁區那些就危險一點 聰明的, 即是早一點出手 這個球原來是扇腳的 他不是故意犯規 扇一扇腳, 撞掉了位置 但這位置反規就無傷大瓦 是 盡快停你才可以, 只得限度 好, 再放大雙腳, 也不錯 這一下, 左邊又見到一隻華舒特 分到底線位 能不能出門, 先去不住 這邊再扯華舒特 散中人, 黃哥被抓住 遠處後序扯到他, 差一點點 對, 這個球已經很漂亮了 其實他也覺得可惜一點 錄伊藤, 你看 其實這個球照樣來講 只要壓中, 很大機會進入 這個球很漂亮 你看看, 剛剛在綠馬的位置 突然間抵了時間, 送了球過來 養哥的球員, 也無法抹去 因為球剛剛過頭了 漂亮, 這個球要摘黃哥被 他輕輕地撞到中間 剛剛套過了余偉蓮的頭頂 益了錄伊藤 錄伊藤是頭隊方面在前場 包括華舒特、哈拿比和韋斯 這四個球員當中, 他是最高的 但只有1.74元而已 其他比較, 矮小靈活一點 這邊看著你, 黃哥被 上半場很搶鏡 剛才的全中球又漂亮 好了, 十五場保持 兩分兩鐘, 完碗結束了 馬來西亞對著香港隊 國際足球友誼賽直播 暫時香港隊落後正在0比1 入球者是一球12碼 這邊的韋斯粗多的12碼 亦有分